神的道路 高过人的路 神的一年 高过人的一年 他的心里有蓝图 他的时间不错误 一步一步 今天我们一直劝弟兄姊妹 要背十字架来跟随主 那弟兄姊妹是什么力量 叫我们走这条路的 约翰的秘诀就是你和我的秘诀 约翰是活得最长的 他也是跟随主最久的 他的道路就是你的道路 也就是我的道路 所以弟兄姊妹 因着这个缘故 你看见吗 我们的主在变化山上 给他们显现 约翰没有 约翰福音一开始 老约翰就说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因为什么 因为道成了肉身 只搭帐篷在人中间 那个住在人中间 原文只搭帐篷在人的中间 所以弟兄姊妹 特别你想到犹太的会目的时候 你知道犹太人 他们都知道 在至圣所里面有神的荣光 那现在你看见老约翰 他有个透视的眼光 他不光看见那个会目 他看见会目的至圣所 他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所以弟兄姊妹 如果你读约翰福音 从天降下 人就在天 所以实在说来 如果我们有透视的眼光的话 整本的约翰福音 都带我们到变化山上 你所看见都是神的荣耀 所以我想这一点 非常清楚 所以你看见约翰福音 没有提到变化山的故事 那不止如此 这个 这个约翰福音呢 这个马太马可路加呢 是提到 这个 都提到主的晚餐 也讲到主的 就讲了主的晚餐 也就是我们普通所说圣餐的开始 你记不记得就在约翰节宴席的时候 然后我们的主拿起饼来 拿起杯来 那么那一段 我们的主特别把它分别出来 那么这个就是主的晚餐的开始 这就是拨饼聚会的开始 所以第一次的拨饼聚会 就是在约翰节过一吃宴席的时候 我们主就设立了他的桌子 所以我们知道 马太马可路加给我们看约翰节的宴席 但是呢 你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 好像没有提到主的晚餐 不错 在主的晚餐那天 主洗他们的脚 但那里没有提到主设立他的桌子 很稀奇 那么同时呢 在这里有一个特点在哪里呢 就是说约翰提了一件事 是三本福音书没有提的 三本福音书提的是约翰没有提的 这两个刚好是相补的互补的 那我稍微要告诉弟兄姊妹一下 就是说我们普通说育月节的宴席 我们知道这个所谓育月节的宴席就是 等到这个他们宰杀了羔羊 比方说育月节那天刚好是正月十四号 正月十四号呢 到了中午十二十二点的时候 你看见在主耶稣那个时候 大概有二十五万只的羔羊啊 他们就在圣殿里面就宰杀了 到三点钟的时候 然后每一个家呢 他们就领回一个育月节的羔羊 那么到了黄昏的时候 那么他们就开始庆祝育月节的宴席 他们就吃育月节的宴席 他们就吃那个羔羊的肉 他们就庆祝那个育月节 所以我们在这圣经里面 给我们看见育月节和育月节的宴席 育月节特别是指着育月节的羔羊 那育月节的羔羊是正月十四号 育月节的宴席呢是正月十五号 为什么呢因为太阳下山就是另外一天了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 就在这个羔羊节宴席的时候 主耶稣拿起饼来 拿起杯来 那这就是主的桌子的开始 这也就是主的晚餐的开始 我们的主就设立了他的晚餐 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很重要 这是马太马可路加告诉我们的 但是呢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 你看就没有提到这件事情 但是约翰福音提到很重要的事就是 我们主耶稣是在哪一天订十字架的呢 是在正月十四号订十字架的 什么时候订十字架呢 就是当大家都在店里面忙着 祭司忙着宰杀羊羔的时候 就在那个时候 从十二点到三点钟的时候 那就在那个时候 我们的主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 他中午十二点的时候 就喊说 我的神 我的神为什么离起我 到了最后 他说成了 他断了气 那弟兄姊妹 所有发生的故事 都在十二点到三点钟 家家户户去领取玉业节羔羊 那些玉业节羔羊 对于犹太人来说 不过是影子 但真正的玉业节羔羊 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 就是正月十四号那天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 主耶稣乃是我们的玉业节 指着玉业节的羔羊来说 那是正月十四号 一点都没有错 弟兄姊妹 那现在有个问题 如果主耶稣就在那个时候 为我们定在十字架上 他怎么可能吃玉业节的宴席呀 他已经在上面了 那圣经里面明明给我们看见 是吃了玉业节的宴席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 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两面的 一面是玉业节 一面是玉业节的宴席 那马太马可路加 给我们看见玉业节的宴席 主耶稣的确在那里设立了晚餐了 那约翰福音给我们看 主耶稣就是玉业节的羔羊 成千二十五万只的羔羊 被宰杀的时候 那些不过是影子 真正的玉业节的羔羊 我们的主耶稣就在那个是同一个时候 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 所以弟兄姊妹 难怪老约翰回忆的时候 他记得当初他的先生说 看啊神的羔羊 然后弟兄姊妹 他每年最少有三年 最少有三年 他带着和彼得也许都进到店里面 为着预备玉业节的 他们都去领了玉业节的羔羊 但是到了最后一次 玉业节的时候 老约翰明明站在十字架底下 他亲眼看见神的羔羊 所以弟兄姊妹 在这里你看得很清楚 约翰福音没有记载的 其他福音记载了 其他福音记载的 约翰福音没有记载 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 各有各的重点 圣灵乃是借着不同的重点 给显出 凸显出 这个约翰福音的特点在哪里来 所以我想这里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晚餐的特点就是 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那桌子的特点就是 我们虽然多 但是我们却是一个饼 所以那个桌 那个你们要如此行为的要纪念我 特别指着我们与主之间 我们怎样纪念主 但是那个时候 也是我们彼此洗脚的时候 那个时候也是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 所以这些人都像橄榄栽子一样 摘在主的桌子面前 所以大家不要忘记 读圣经一定要记得 不光是有我们哥林多前书 十一章的主的晚餐 同时也有哥林多前书 第十章的主的桌子 一面是直重的 另一面是横的 所以我们要知道 主的桌子或者主的晚餐 一面是因着我们想到 主为我们所做的 然后我们之前都像橄榄栽子一样 我们人虽然多 却是一个饼 我们却一同领基督的血 而且我们一同有一样的生命 所以弟兄姊妹 因着这个缘故 你看见吗 在主的桌子面前 是有这两面的 那不错 虽然在马太马可路加 只讲到主的晚餐 到了约翰福音没有提到这一面 但是不要忘记 在约翰福音十三章那里 就在同一个时候 讲到什么 讲到他们彼此洗脚 讲到彼此相爱 所以弟兄姊妹 你看见吗 因着这个缘故 我们就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马太马可路加 是讲到主的晚餐 但是约翰福音十三章 很明显的 隐约的背后 给我们看见主的桌子 所以主要他们彼此相爱 你们彼此相爱 但是呢 所以圣经提和不提 有他属灵的意义的 所以我们看见 圣灵是非常非常的仔细 那在这里我顺便的说一下 提一下就是 当彼得撒网 当彼得主护照他的时候 刚好在撒网 所以后来彼得的执事 就是撒网的执事 所以你记不记得 他这个五旬节的时候 一网撒下去 三千条鱼进来 后来一网又撒下去 五千条鱼进来 所以彼得的执事 向来是撒网的 但是主护照约翰的时候 他那时候刚好在补网 所以约翰的执事 就变成了补网的执事 所以你就会发现 当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 圣灵呢 就做补网的工作 意思就是说 他永远是 他这个 所以他一直做补网的工作 所以呢 当马太马可路加 没有提的 你看见约翰福音 很明显的给 就提到了 所以这样 你看见这个启事 才是完整的启事 四本福音书放在一起 才是完整的启事 但约翰有他的特点 约翰到了写福音书的时候 已经快一百岁了 所以你看见 马太马可路加 好像没有提到的 圣灵现在把它提到 让整个的启事 变成一个完整的启事 所以我再说 弟兄姊妹 特别是讲到 主的晚餐有两面的 好像在 约翰福音十三家 没有提到主的桌子 但是你看见 很明显提到横的 你们要劝他们 怎样彼此洗脚 而彼此洗脚 重点重在哪里 重点就重在 你们应当彼此相爱 所以弟兄姊妹 在这里 如果我们仔细地 比较的话 你就能够知道 约翰福音的重点 重在什么 我想是很清楚 很清楚的 那么还有 你读到约翰福音 没有提到 科西玛尼 没有提到 科西玛尼 那虽然没有提到 科西玛尼 我们的主 怎样在祷告 但是提到 科西玛尼的结果 提到科西玛尼的结果 所以你看 这又是相辅相成 这又是相辅相成的 那不止如此 你如果仔细地 读约翰福音 你发现说 约翰福音里面 没有提到比喻 没有故事性的比喻 这里没有讲到 啥种的比喻 当然这里讲到 我是真葡萄树 我是真光 这些有 但是没有一个故事 在背后 你看见吗 在四三本福音书里面 我们的主 在那里用许多 简短的故事 把一个很重要的 教训给了我们 那就是所谓 主耶稣的比喻 但是很稀奇 约翰福音 好像从来没有提过 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 我们再说过 三本福音重点 重在国度 讲到比喻的时候 弟兄姊妹 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 都是跟国度 发生关系的 所以现在我们清楚 马太马可路加 重在国度 所以呢 主耶稣需要用比喻 来让人明白 什么叫做国度 但是因为约翰福音的重点 重在生命 所以很自然 你看见 你好像读不到 主耶稣故事性的比喻 一个也没有 那不止如此 你看见吗 在这里 约翰福音 在这个 在这里 约翰福音 稀奇的很 你在马太马可路加 提到赶鬼的事 约翰福音好像没有提到 所以你看 那又是跟国度发生关系 又是和国度发生关系 那么不止如此 你如果仔细去读 马太马可路加 你看见主耶稣行神迹 约翰福音 也讲的主耶稣行神迹 有一点不一样 马太马可路加 讲的主耶稣行神迹 因为主耶稣动了怜悯的心 动了慈心 然后伸手就医治他们 所以弟兄姊妹 你看见吗 那些神迹呢 乃是告诉我们 主怎样动了怜悯的心 然后一个神迹就产生了 这是他的重点 但是你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 所有的神迹 提到的神迹 都是因着神的荣耀 所以不一样 你看见吗 在马太马可路加 讲到神迹 他的重点 重在神的大能 神能做一件 怎么样奇妙的事 然后你看 长大妈都得结晶 然后你看 风和浪都平静 这是特别 这个特别是 这个马太马可路加的重点 但是约翰福音的重点 给我们看见 只要约翰福音 讲到神迹 一面不光是讲到神的荣耀 而且他用了个特别的字 那个特别的字呢 那个原 那个这个 那个特别的字 在英文是sign 意思就是指标的意思 所以当我们的主 行了那许多神迹 事实上每一个神迹 都是一个属灵的指标 在每一个神迹的背后 都有一些很重要的教训 他医好了瞎子以后 你看见主耶稣讲了一篇的道 那篇的道差不多有一章那么长 主耶稣行了 吃了五个饼两条 叫五千人吃饱 那是第五章 到第六章 你看主耶稣用全章来解释 为什么他用五个饼两条 叫五千人吃饱 所以我们知道 在马太马可路加 那些的神迹是神迹 没有解释 你最多的解释就是 主耶稣动了磁心而已 但如果你读到约翰福音 你知道这些神迹 除了主耶稣动了神迹 中了磁心之外 他的目的 要让我们认识他是谁 所以弟兄姊妹 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们的主行神迹 那目的就是要把它 自己彰显给人 而且背后是有一些的功课 为什么五个饼两条 叫五千人吃饱 那背后有一个属天的教训 那只有约翰福音 给我们看见 所以当你有这些比较以后 你就知道说 约翰怎样做补忘的工作 因为他的执事 就是补忘的执事 所以弟兄姊妹 你看他叫他 现在你看 印着约翰的那一份的服饰 就叫我们对于主耶稣的启示 就更完整 你要把马太马可路加 跟约翰放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对主就更认识更清楚 但是印度这个缘故 也显出约翰福音的特点来 比方说我们说到 神迹是为了荣耀 也是背后有一个教训 很自然这是属灵的 这个不光是一个慈善的动作 不是 这个不光是一个怜悯的动作 不光是个救济的动作 不是 你看见在这里很明显 主耶稣要把他自己启示出来 要让我们看见他的荣耀 而且在每一个神迹的背后 是代表树林的教训 所以你如果读约翰福音 总共只有八个神迹 而这个八个神迹 你发现呢 第一个跟最后一个是摇摇相对 第二个跟倒数 第二个摇摇相对 第三个跟倒数 第三个摇摇相对 第四个跟倒数 第四个是摇摇相对的 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 四组的神迹 配合起来 为着把一个完整的教训给我们 所以如果大家有这个印象和概念 你再来读约翰福音 你发现就不同了 所以我们需要明白 明白这个约翰福音 他背后的的确确 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你看见 有的马太马可路加提了 有的只有约翰福音提到 所以很多事实上 弟兄姊妹 你若仔细来读的话 你会发现很多事情 我举个例子吧 比方说就算五个名两条语 你比较三本福音书和约翰福音都记载 你看约翰福音有它的特点 有它的重点 比方说讲到其他也是 比方说讲到这个 比方说讲到这个玛利亚 这个玛利亚高主耶稣 你如果比较这些四福音的话 你会发现说 约翰福音的重点又是不同 但是呢 大家如果仔细读约翰福音的话 你会发现 约翰福音里面有很多 只有约翰福音提到的 我想很清楚 比方说尼戈蒂姆 你在别的地方没有提到 比方撒玛利亚分的故事 只有这里有 然后呢 三十八年的贪字 只有约翰福音有 比方说 一个生来是瞎眼的 只有约翰福音有 拉撒路从死里复活 只有约翰福音提到 只有读到约翰福音里才知道 为什么犹太人要杀害主耶稣 我们知道当然有他的原因 静音就是因为他们主耶稣 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 所以这个就变成 人要定死 我们主耶稣的 最近的原因 是拉撒路这个原因 所以弟兄姊妹 你看见约翰福音 什么没有提 什么提的 然后你就可以看出来 这本福音书的特点 到底在什么地方 那不止如此 你如果仔细地读 约翰福音的话 你就会 你还会发现一件事 就是约翰福音没有提到升天 主耶稣没有提到主耶稣升天 那我们就说得很清楚 因为什么 没有提到升天 他是神的儿子 他已经从天降下 他仍旧在天 所以根本不必要提到升天的事 所以在这里很清楚 约翰福音没有提到升天 所以可见呢 每一本福音书 都有他特别特别的重点 那么还有一点 我想我需要提一下 那这个都是我们可以算是尝试 我们如果要对约翰福音有认识的话 这些我们都需要把它掌握住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 我想需要提的 很快的提一下就是 你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 和三本福音书记载 你发现很稀奇就是 这个三本福音书记载 我们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 好像呢 是等到施洗约翰坐了牢了 然后他开始他的知识 开始他的工作 这是马太马可给你的印象 但是约翰不是 约翰告诉我们说 主耶稣其实在 施洗约翰做监牢以前 就开始他的工作了 所以事实上 主耶稣的工作 是和施洗约翰的工作重叠的 所以关于施洗约翰做监牢以前 主耶稣主耶稣怎么进他的执洗约翰的执事 怎么做他的工作 只有约翰福音有的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 马太马可路加给我们看见 主耶稣怎样在加利利显在人中间的工作 但是在卫主做工以前 人所看见都是显出来的 在这个以前就约翰福音告诉我们 那个根是什么 我们看见一个树 我们只看见那个树枝很茂盛 我们从来不知道 看不见的部分 就是根的部分 能深到一个地步 根长深到一个地步 一直探到水源的 我们称赞这个树很伟大 但是我们不知道它根有多深 我们看见这个树伟大 因为这些树看得见的部分 叫我们很有印象 我们看不见看不见的部分 但是弟兄姊妹 让我们记得 在马太马可路加 你看见那个树 约翰福音 你看见那个根 今年许多时候我们要为主做工 我们做许许多多的工 给人看见的是外面的树 但是我们从来不知道 应该有个根的 应该有一部分 有一部分的工作 好像别人看不见的 这个就是约翰福音前面几章 给我们看见的 现在你看见 就是主耶稣的功用来讲 他可以对几千 你看见他在旷野 在旷野 在田间 他对几千人 你看多少人来跟随他 他的工作实在是非常有效的 但是弟兄姊妹 你感觉刚开始的时候 他是一个人 对一个人 他可以一个人 他为主一个人 他可以和尼哥蒂姆 谈话 他也特地要经过撒玛利亚 和撒玛利亚夫人谈话 他不会觉得只是一个人 他就不做了 你知道就着我们的主来说 他的工作可以成千成万个人 很大的成果的 但是不 对我们的主来讲 每一个灵魂都是非常宝贵的 所以你看见 起头主的工作是一对一的工作 那个工作是很隐藏的工作 好像你看不见多少的果效的 让我们记得 只有这样忠心为神工作的人 然后神才能够把大的事情 放在他的手里 今天我们不传福音就算 我们一传福音就要几百人才行 如果小猫三四只 我们就讲不出来了 这就证明说 我们不懂得什么叫做为主做工 所以我们要明白 当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件事就是 在约翰福音书里面 给我们看到的 就是主耶稣的执事 不光是在施洗约翰 做监牢以后 做监牢以前已经就开始了 所以你特别读到 约翰福音的前面 你看见非常非常的清楚 那不止如此 如果你读这个 如果你读到这个约翰福音 你如果读到马太马可路加 你晓得当我们的主 告诉彼得约翰说 你们来跟从 我要叫你使你得人如得鱼一样 那我们会有个错觉 以为那是他们第一次 遇见我们的主 其实不是的 你看见吗 到了那个时候 他们已经慢慢开始 日夜和主在一起了 但是我们忘记有一段 神对于门徒的带领 是只有约翰福音 我们才会明白的 因为事实上呢 主耶稣遇见彼得 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 在马太马可路加 他记载主耶稣对彼得说 你们要来跟从我 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 那个是九个月以后的事情 所以弟兄姊妹 如果没有约翰福音的记载 我们就不知道怎么来跟从主 那等到后来 彼得 亚哥约翰几乎全部的时间 来跟随主的 但他们的根基在什么地方 他们最早的时候 你看见吗 他们还是有他们自己的职业 他们每个人还是在那打鱼 所以呢 他们一面来跟随主 特别到了重要 他们不是每24小时的跟随主 刚开始的时候 他们仍旧在他们自己的岗位上 那么然后呢 他们仍旧与主同工 所以只有当你仍旧站在神给你的岗位上 你能侍奉主向主忠心的时候 等到有一天有需要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网撇下 可以把这个 把船撇下 那个时候你才知道怎么叫跟从主 如果今天我们不能够在我们的岗位上 做母亲也好 做在公事房里也好 如果我们是很忙不错 但如果今天我们不懂得侍奉谁 你一直梦想说有一天我要把什么都撇下来 侍奉神 弟兄姊妹 你看见那个路我们看得不清楚 原因就是我们只看见马太马可路加 我们忘记了约翰福音 所以约翰福音是非常非常重要 给我们看见主工作的开始 事实上不是从这个施洗约翰做监以后 事实上做监一间已经开始了 他已经遇见门徒了 他已经帮助门徒了 所以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到加拿婚宴的时候 事实上这些门徒们 他们仍旧是去打鱼 然后呢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 到了这个主耶稣要到婚宴去的时候 他们和主耶稣在一起 所以弟兄姊妹 这个就好像我们今天侍奉主一样 你看见主在每一个岗位上 叫我们做母亲 叫我们做父亲 叫我们做这个做那个 那现在我们能不能在小事上重心 在这种情形底下 你能不能足足的话 在这种情形底下 你能不能聚会 在这种情形底下 你能不能传福音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觉得侍奉主 是我来决定一个模式 然后我就能侍奉主 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的话 你看主是在基督的宏宫里面 基督的学校里面 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带领他们 所以你看见吗 主是一定要在波大尼遇见他们 然后让他们学一些很重要的功课 这可以说他们的基础 到了马太马可路加 然后主才说 我要来跟从我吧 我要叫你得人如德语 所以我们要记得 当我们开始得人与德语的时候 那已经到了我们工作的阶段了 但在这个以前 主说你来跟从我 主没有说你来跟从我 我要叫你得人如德语一样 主对斐利没有这么说的 你来跟从我 许多时候我们只听见主对我们说 去我们没有听见主说 对我们说来 其实主说去的人都是先对他们说来的人 但是很可惜 我们忙着去 我们从来没有听见主说你们来 所以弟兄姊妹 今天如果我们不能来到主面前 让他在我们上工作 我们怎么能为他工作呢 你可以有很多的计划 你可以有很多推展的 你可以有很多推动的力量 但是弟兄姊妹 让我们记得 如果一个人没有让神在他身上工作 他怎么能为神工作呢 所以你首先要听见主说 来来跟从我 然后你看见主训练我们 到了有一天 不错你要得人如得语一样 那个时候你就看见 我们就可以为主工作了 来吧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 奔向我们神的殿 踏避将同地道教训我们 我们一样行他的道路 因为学会比处于西安 耶和华的言语比处耶路上